4月6日上午,上海浦东机场的到达区域可谓是人头篡动,现场聚集众多的媒体以及粉丝,一同等待尼克拉·科斯特·瓦尔道抵达上海,让本旧热闹的机场更加的飞腾起来。 此次尼克拉·莱虎是为军装风格男装AK Club品牌代言,并出席4月7日至4月8日为期两天的品牌活动。 尼克拉·科斯特·瓦尔道,他在《权力的游戏》中饰演的世军者詹姆·兰尼斯特,相信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。 这剧中,詹姆森的高大音挺,金髮飘扬,有着闪亮的闭眼和如刀缝的笑容,他被勾认是一名笑貌英俊的美男子,还同时拥有美人机具和冷酷傲慢两种截然反差。 但在生活中的他却十分具有亲和力,一件简单短T恤配休闲牛仔裤,十分的阳光。 为怜悯英语的上海,带来一丝温暖。 第一次来到上海的他,显得特别的热情呢,面对众多前来一睹他真容的粉丝,也是特别的耐心,满足现场所有粉丝的要求,可以签名不断,更不断奉献迷人微笑。 迷倒现场迷茫无数,这样亲民的男神,怎能不让人为之疯狂呢? 现场众多的媒体,也是把尼可拉前进的路堵得水泄不通,可见我们的尼可拉真的是魅力无穷呢。 看得出来,尼可拉此次之行,对自己也是十分的兴奋的,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尼可拉这次的上海之行吧。